明医在线 为你健康所想 中医是如何辨证解析搓疮的 李志忠 中元德义堂 中医门诊部 皮肤科 院长 我们中医是如何辨证解析搓疮的 就是青春痘痘 中医称搓疮为粉刺 肺蜂粉刺 九刺 历代中医文献 比如《黄帝内经》 《外科正宗》 《一宗金剑》等对这个搓疮都有记载 中医对搓疮的病因病机可归纳为 肺经风热症 胃肠湿热症 痰瘀忽忽结症 充忍失调症 以及阴虚火望症等这些症型 根据不同的症型 我们病机的一个复杂 原因 这个不同 就是非单一的因素所致 虽然辨证分型多样 但在治疗的时候还是要整体的去看 错证在这个发生 离不开 热 欲 痰等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热 分为风热和湿热 风热型皮层于粉刺 白头粉刺 黑头粉刺 炎性秋枕为主 湿热型皮层于粉刺 炎症性秋枕 浓泡为主 鱼又分为血鱼和干鱼 血鱼的时候这个面部错窗的颜色暗红 皮层于粉刺秋枕 浓泡 结结囊肿为主 干鱼 这个皮层于粉刺 秋枕 浓泡 结结为主 再一个就是痰鱼 皮层于粉刺 浓泡 结结囊肿为主 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阵型呢 就是我们医生在解决的时候会选择不同的方子 就是不同的这个冰种运用不同的冰来进行解决这个磋疮的发生和发展 所以根据分型呢 可能大家听着比较别扭 我觉得这个根据分型可以指导我们中医来去解决磋疮的一个皮肤问题 专家提示 中医根据挫疮的病因 病肌 可归纳为肺经风热症 胃肠湿热症 痰瘀护结症 冲刃失调症 以及阴虚火旺症等这些症型 不同的症型 病肌不同 而且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致